小貓 小貓趴在地上睡無覺 突然驚慌彈跳起來 原來是被自己的屁嚇到了 還有這隻小狗連續放屁 把塑膠袋灌滿 動物就像人一樣 吃飽了會放屁 味道又多臭 這對貓熊母女最清楚 女兒愛搗蛋咬媽媽尾巴 媽媽突然放屁反擊 女兒被突然的強烈刺鼻臭味 尋到頭暈得逃再滾三圈 好不容易賣力爬起來後 身體竟然還癱軟 不斷大口喘氣 可能是後勁太強了嗎 臭到懷疑人聲 哀怨全寫在領上 還有這一位貓熊媽媽 突然放屁聲太響亮 嚇到自己小孩 而這位老兄則是啃蛛子啃到一半 突然感覺來了 抬腿翹屁股 有咬的飯完屁繼續吃 動物會放屁都是因為 腸胃道發酵產生氣體 肉食動物的屁比較臭 而草食動物則是屁量比較多 有時候看到像是噴白霧 是排出水分 有顏色的話有可能也是 它腸胃道裡面 它可能有吃進去某一些的東西 形成的那些的色澤 動物跟人一樣 也會放屁吃肉的比較臭 水分多會噴白煙 太大聲嚇到自己味道太重 被尋到東倒西歪 但也造就各種可愛名場面 接著請跟王書宏綜合報導 二主播我們來到苗栗大湖 有個踏青的新景點 在苗六十一線旁的社寮角堤房 八百公尺長的金針花廊道 黃澄澄一片隨風搖曳 最近成為爆紅的打卡熱點 趁著週六好天氣 一早就有不少遊客來朝聖 欸上電視欸 來看我 不要讓我笑 看我看我 很美麗 還不錯啦 還不錯 而且這邊真的好山好水 今年沒有像去年那麼旺盛 對對對 可能時間還沒到 雖然現在的花礦 不像上個禮拜這麼茂盛 但以往這裡其實是雜草叢生 如今經過規劃成為金針花廊道 帶來觀光熱潮 不過要特別注意天氣了 今天治流風減弱 各地偶有局部短暫陣雨的機率 直到夏中一水氣會逐漸增多 第一號颱風艾維尼 也將會在今天下午兩點行程 但模擬路徑上不會清台 民眾不用國度擔心 以上是來自苗栗的最新狀況主播 Ready go 二十十九 高雄市長的雨台 剛雄一啦啦隊女神安芝萱 一起在舞台上拿起划船獎 假裝划船 揭開2024高雄愛河端午龍舟嘉年華序幕 今年嘉年華將在6月8號到10號登場 那也非常開心他能夠成為我們活動的代言人 那今年的龍舟賽非常有趣 不僅是在水上划龍舟 而且天上我們佛光山的這個飛龍在天 安芝萱與成其邁在愛爾畔幫龍舟點睛 龍舟的左右元點睛 今年龍舟賽很國際 預知有12隊參加 今年更特別加強家庭參與 設置大型氣墊及邀請指風車劇團表演 前來加油打氣的親朋好友 還能逛現場兩百攤文化市集 用來接觸龍舟的民眾 能完整體驗民俗運動的樂趣 記者周天翔李嘉燕高傳採訪報導 來 拿的就往前 拿的就往前 民眾一個個排排站 不管是這邊的西瓜還是那邊的田瓜 通通往嘴裡塞 炎炎夏日真的透心涼 但你以為這樣就沒了嗎 它很低嗎 我不得很低 滋外太軟了 好吃嗎 轉個頭再來口木瓜 這些統統都是嘉義水上香的農特產 當地舉辦首屆瓜瓜節 邀請民眾免費吃瓜 品嘗新鮮的同時還推出創意吃法 我們用奶瓜去做成它的粉圓 然後這奶茶有點像珍珠奶茶 我們做的南瓜還有那一台木瓜 然後那一台是西瓜 不只台下的攤位 舞台上更秀出一手就能掌握的 新品種西瓜 Mini Bowl 要讓民眾有的吃又玩的盡興 不過鄉長表示其實今年南瓜及絲瓜 受天候影響減產 但價格跟去年比卻不深反價 希望能透過活動吸引民眾來水上香 多多捧場 趁著這個機會關心一下我們的果農 他們種植的一個情況 跟去年比較起來 減少的收成面積大概是三成 南瓜價格的部分 從去年的一公斤三十幾 到現在大概只剩下一公斤二十幾塊錢 吃瓜的部分也一樣 一箱二十五公斤 然後只能賣八百元 所以對他們來說 真的是無憾眼 第一屆的瓜瓜節 有十多家農民到現場販售自家的農產品 吸引了上千位吃瓜群眾來朝聖 甚至一個上午現場的瓜瓜 也幾乎賣光光